接下来我们看抽样的第三步 也就是第三个大问题 评价样本结果阶段 那我们抽取出来样本进行了测试 测试以后呢 发现这样那样的情况或者问题 这个问题哪个符合我们定义的偏差 符合定义偏差的就作为发现的一个偏差 没有问题那就是表明它运行好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评价样本结果阶段 就得怎么样啊 我要计算偏差率计算样本的偏差率 根据样本的偏差率去推断总体的偏差率 根据总体的偏差率和可容认偏差率进行比较 最终对总体得出结论是可以接受 它运行的有效性还是不能接受 所以那这点呢 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了 首先第一计算偏差率 计算偏差率 那我们首先应该计算样本的偏差率 样本的偏差率在我们控制测试当中 样本的偏差率是按照我发现偏差的个数数量 而不看它的金额 我测试抽取出来的这个测试的控制的样本 这个无论这个交易金额多大 一个样本就是一个 是不是啊 所以它这个样本测试的时候发现偏差了 那就是发现了偏差的数量就是一个 所以那我们一共发现了多少偏差 几个偏差 所以偏差的数量除上样本规模 这就是样本的偏差率 因为内部控制它是有惯性的 我们的样本又具有代表性 所以样本的偏差率就是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接下来我们在推断总体偏差率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吧 样本的偏差率就是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所以基于把样本的偏差率直接就作为总体的偏差率 这是我们在没有必要再去计算总体偏差率 样本的就是总体的 但是大家注意在我们统计抽样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抽样风险呢 这个总体的偏差率把样本的偏差率作为总体偏差率 这时候是没有考虑抽样风险的 我们抽样的时候是可能有风险的 所以我要把抽样风险考虑进去 所以在这儿呢 注册款式必须考虑抽样风险 那我一旦考虑抽样风险就要计算总体偏差率的上限了 因为这一块呢 我们涉及到偏差 在这儿我们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后面还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如果样本中发现有偏差 那我们注册款式就要根据偏差率与偏差发生的原因 偏差发生的原因 考虑控制偏差 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比如说偏差率比较高 那我能不能够对这个控制运行有效性 得出来我计划那个信赖的这个水平 可能我不能信赖不能接受他的信赖程度 那相当于我就需要把这个相应的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就会调高 所以就会对我们审计工作带来影响 另外发生了偏差 我发现了偏差 我还要去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 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呀 是无意当中的还是故意的呀 因为它偏差的原因不同 对我们审计工作 我们应对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后面 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偏差原因的分析 我们要考虑这个偏差的这个原因 所以这是那我们推断总体就计算样本的偏差 把样本的偏差率作为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总体偏差率就出来了 接着那我们在统计抽样下 我还要考虑抽样风险 它是考虑抽样风险是有模型的 所以第二考虑抽样风险 就要确定换句话说计算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这就是一说上限就是把抽样风险考虑进去了 所以注册快师在统计抽样当中 通常我们使用的是公式表格或者计算机程序 直接计算信赖过度风险的这个水平下 在我们这个原来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水平下 可能发生的偏差率的上限 这个上限我们大家呢要把这个公式啊 给记住了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等于风险系数除以样本量 风险系数怎么来的 风险系数我们这是有表的 在我们这个教材当中 表4-5也就83页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表 这个风险系数表 这个风险系数表第一列啊 第一列当中 那我们样本中发现偏差的数量 从0到1234567890 是不是啊 我们考试的时候 0啊1啊2啊3啊 也就差不多了 而且考试的时候 这风险系数是会给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到信赖过度显 分别是5%或10% 如果我们选择的信赖过度显示10% 如果没有发现样本中 我抽取的样本测试 没有发现偏差 偏差数为0 大家看风险系数为2.3 偏差数是一个 发现了一个 风险系数3.9 发现了俩 风险系数5.3 那就风险系数除样本量 就可以计算出来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把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和我们可容忍偏差率去比 我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 再一个 如果我们不用公式 也可以使用样本结果评价表 这个评价表呢 也是在我们书上 这个表的这个四纲六 这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我们主要把这公式知道就行 表自己看 接着我们计算出来了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把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和可容忍偏差率进行比较 就是它是低于可容忍偏差率 还是大于等于还是接近 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可以对总体形成结论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如下判断 一个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低于我们可容忍偏差率的时候 那我这时候就认为 总体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的结论就是什么 那就支持了我们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 也就说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信赖程度 达到了我们预期 预期运行的有效性 它达到了 它可以在我们可接受的 就是它这个可以在我们需要的保证程度上 它达到了预期的运行有效性 这是一定是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低于可容忍偏差率 如果现在出现了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大于可容忍偏差率呢 那我们总体就不能接受了 总体就不能接受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样本的结果不支持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 也就是说内部控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有效性 它的运行没有达到预期有效性 我就需要把什么呀 那它没有我预期的运行那么好 我这时候就要把就要把相应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调高 就要修正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当然我一修正了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自然就会增加我们实质性程序的工作了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低于但接近可容忍偏差率 这是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容忍的偏差率是7% 我们假定是7%的可容忍偏差率 现在呢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做控制测试的时候 发现了样本当中有偏差 根据样本的偏差 我计算了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现在计算出来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比如说6.8%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是6.8% 它低于7% 但是非常接近了 换句话说就什么呀 一旦在我们抽样过程当中 抽样风险 我们说了我那个可接受的信赖过渡险 比如说是10% 是不是啊 或者什么5% 这个呢 但是它仍然有风险啊 是不是啊 我可以接受这么高的风险 但是风险还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万一有可能 这时候一旦接近可容忍偏差率的时候 就万一我抽样稍微有点疏忽 啊有点疏忽 有一些这个就抽样风险略高了点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怎么样啊 它实际上它含有的什么 它的控制运行 并没有达到什么 我预期的有效性 所以总体偏差率的上限低于但接近可容忍偏差率的时候 就万一我稍微有点疏忽 万一我抽的是不大有问题的 运行不大有问题的 真正有更多有问题的我没抽着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得出来的结论就该错了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谨慎了 那我们是考虑是否接受这个抽样结果 是否接受一般来讲我们的结论考虑是否需要扩大测试范围 以进一步证实计划评估的控制有效性与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那这个比如说原来我抽的是这个50个样本 计算出来的总体偏差率的上限低于但接近可容忍偏差率 那我再增加点样本 我再增加点 我再扩大我测试的范围 再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 没准如果我现在也有可能 我抽的样本都是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没抽着 我再比如我再测20个 一测20个一个问题都没有了 那合在一起70个 那我一计算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可能就是低于我可容忍偏差率 总体就可以接受了 是不是啊 也没准一抽20个 发现了更多的这个偏差了 那我这时候计算出来的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就已经大于可容忍偏差率 那总体就不能接受了 是不是啊 在接近的时候 我们是要非常谨慎的考虑是否接受 往往要扩大范围啊 来以进一步的去证实 这是我们 在这个大家一定注意 这是我们统计抽样下的啊 统计抽样下 就这个统计抽样这一块呢 我们书上也有例题 看一下这个例题 假设注册快师准备使用统计抽样方法 测试现金支付授权控制运行有效性 那我们注册快师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 未发现 未得到授权的这个现金支付 那我们注册快师将 所有已支付现金的项目作为总体 因为只要支付一笔就会记录一行 是不是啊 那我们定义的抽样单元为现金支付单据上的每一行 每支付一笔就是一个抽样单元 那我们定义的偏差是什么呢 偏差定义为没有授权人签字的发票和验收报告等证明文件 如果这个现金支付它的证明文件 里面怎么样啊 没有授权人在发票上没有授权人的 没有授权人的签字 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明文件 那这时候就表明怎么样啊 它这个控制没有得到有效运行 然后可接受的信赖过渡显定的是10% 可容忍的偏差率是7% 那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控制运行的有效性是比较高的 那根据上年上年对这项控制就测了 测试的结果呢 表明预计的总体偏差率 就是上年的偏差率为1.75% 那我们估计这个今年呢也差不多 所以预计总体偏差率为1.75% 由于现金业务的支付数量非常大 总体规模对样本规模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我这些这个该做的职业判断都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样本规模 在我们教材的81页表4-4 有一个样本规模的这个表 信赖过渡显就是10%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这个预计总体的偏差率 预计总体偏差率1.75% 我们这里头是不是啊 有这一栏 然后可容忍偏差率7%我们也有了 这个在表上的横竖的交叉点 大家可以看到55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抽55个样本 那我们抽取的样本规模 从总体当中抽55个样本进行测试 然后测试以后 假设在55个样本当中 项目当中 我一个偏差都没有 发现的偏差数为0 所以那我们计算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因为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风险系数 这个表当中 偏差率为0的时候 数量为0的时候 风险系数为2.3 它的总体偏差率的上限等于2.3 除55个样本 等于4.18% 4.18% 那我这时候也就说 我可容忍的偏差率是7% 所以在没有发现偏差的情况下 那我们总体的实际的偏差呢 超过什么 偏差率超过4.18的风险为10% 也就有90%的把握 保证总体的实际偏差率是不超过4.18的 而我们可容忍的是7% 所以4.18低于7% 我就可以得出结论 总体实际偏差率超过可容忍偏差率的风险很小 总体可以接受 换句话说 内部控制这项控制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有效性 这是在我测试这55个样本 假设没有发现偏差的时候 如果现在发现了两个偏差 有两个偏差 它的风险系数就5.3了 所以计算出来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9.64% 9.64% 那也就是说 它已经超过了可容忍的7% 所以得出结论 总体实际偏差超过可容忍偏差率的风险很大 很可能超出7% 超出我们可容忍的范围 所以总体不能接受 换句话说 总体内部控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有效性 这是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吧 我们这么一个简单的就是 只要你这个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我们计算出来了 因为可容忍偏差率是我们定下来的 是不是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前面刚才我们在这个计算偏差率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了 我们在这个推断总体偏差率的时候 我肯定也要考虑到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这时候因为不同的性质和原因 对我们审计工作的影响 我们的应对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的时候 注册快施呢 还应当调查识别出的所有偏差的性质与原因 并评价他对审计程序的目的 和审计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就对我们审计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即使样本评价的结果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注册快施师也应对样本中的 所有控制偏差进行定性的分析 不用定量要定性 那这个定性都包括什么性质啊 所以那我注册快施师对偏差的性质和原因分析 包括什么 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这个偏差怎么产生的 它的性质有意的就故意的 无意当中是疏忽 所以那这时候是有意的 那就有舞弊的可能 对不对啊 那是误解了规定的政策程序 还是粗心大意呢 粗心大意那可能偶然就发生这么一次 是不是正好让我给逮着了 如果是误解了规定 那只要是那这个规定涉及到的这个 它可能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一大串的问题 那这偏差绝对不是我现在发现的这一个 对不对啊 那和这个情况相符的都可能 因为它是误解了 是不是啊 再一个是经常发生 还是偶然发生啊 如果是这个偶然 那还好 是不是啊 如果经常发生 那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呢 是系统的还是随机的呀 如果要随机的啊 那就是偶然一个 是不是啊 那就它不具有什么重复性 而系统它具有重复性 和这相关的这一串都是 对不对啊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大家呢 要注意几个问题 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呢 许多偏差具有相同的特征 比如说交易的类型 一涉及到这种交易 它就出这个问题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们抽样 没准这个交易 这种交易 我抽到的样本 没准就俩 结果这俩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那这时候 我可能就把这同一类型的这类交易 我都要给它查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个也没准涉及到地点呀 或者相同的生产线呀 或者相同的时期呀 那这时候就应该考虑 该特征是不是引起偏差的原因 是否存在其他尚未发现的 具有相同特征的偏差 此时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应该怎么做啊 将具有该共同特征的全部项目 作为一层 并对最成功的所有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以发现潜在的系统偏差 这是第一个啊 那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注意 如果对偏差的分析表明 是故意违背了既定的 内部控制的政策或程序 注册会计师应考虑存在重大舞弊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应该怎么做呢 那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实施的控制测试 能否提供适当的审计证据 是否需要增加控制测试 是否需要使用这个实质性程序 来应对潜在的重大测报风险 因为这有舞弊的风险可能了 因为是故意违背的 对不对啊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一般情况下 如果在样本中发现了控制偏差 注册会计师 我们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个是扩大样本 来进一步收集证据 再一个就是认为控制没有有效运行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不支持我们 对控制预期的有效性 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高什么啊 重大错保风险的评估水平 增加实质性程序 这点前面我就已经给大家 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 对总体得出结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说了 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注册会计师还要考虑 以识别的偏差 对财务报表的直接影响 控制偏差虽然增加了金额错报的风险 但并不一定导致财务报表中的金额错报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有的这个内部控制 即使运行不好 出现问题了 但也不表明相关的 它的这个交易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就是错的 它只不过是增加了出现错报的这个风险 但是呢并不一定就一定会有错报 所以如果某项控制偏差 更容易导致金额错报 那我们这个偏差就更重要 我就要更在意了 这是我们考虑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最后得出结论 那我们刚才就说了 基于我们计算出来的什么 根据这个总体的偏差率 考虑抽样风险 再分析偏差的性质和原因 然后我们这个那对这个计算出来的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和可容忍偏差率 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 如果样本结果及其他相关证据 支持我们这个内部控制的这个计划评估的 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从而那我们支持计划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我就可能不需要修改计划的实质性程序了 那也就说我可以按照我原定的 原来预计的这个预定的这个 它相应的什么 我假定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我这时候相关的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就在一个什么比较低的水平 我的实质性程序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实质性程序 那我这时候如果支持了 我控制测试的结果支持了 那我就可以照原计划来执行 如果样本这个结果不支持呢 不支持得出来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有效性 我们怎么办呀 一个是进一步测试这个其他控制 就我有没有其他的补偿性控制 也针对这个认定 是不是啊 实现这个控制目标 如果有的话 它可能仍然能够实现怎么样啊 我把相关认定评价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以支持计划的控制运行有效性 与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这个有针对性的补偿性的控制 那再一个呢 就是我直接提高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并相应的修改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在我们统计抽样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样本设计 样本选举 样本结果评价的这么一个全过程了 那下面呢 我们再简单的提示一下 控制测试下的非统计抽样 第四个问题 非统计抽样 这个我们就简单提示一下 就这个步骤就不用一步一步的 它还是这个步骤 是不是啊 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呢 在以下几个方面略有差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 确定抽样方法 在非统计抽样中 注册快师通常使用 近似于随机选样的方法 比如说随意选样啊 然后确定样本量 在非统计抽样中 注册快师可以只对影响 样本规模的因素 做定性的估计 并运用职业判断 确定样本规模 我们做定性的估计 如果我要统计抽样 那都得是什么呀 都得是定量的 因为要带到我们的这个 要放到我们的这个模型 公式里面去 是不是啊 然后评价样本的这个结果呢 评价样本结果 在非统计抽样中 抽样风险是无法直接计量的 是要人为去考虑的 虽然也是样本的偏差率 就是作为总体偏差率 就注册快师通常将估计的 总体偏差率 就是在控制测试中 就是样本的偏差率 和可容忍偏差率去比 然后人为的考虑抽样风险 来判断是否可以接受 啊 这个抽样结果是否可以接受 那如果现在总体的偏差率 大大低于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的是大大低于 可容忍偏差率 那我们注册快师 通常认为总体可以接受 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考虑什么 考虑了抽样风险 我们考虑了抽样风险 考虑了抽样风险 如果我在统计抽样的时候 我们说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低于可容忍偏差率的时候 我通常就接受了 但是在我非统计抽样下 必须是总体 我们因为得是人为的 考虑抽样风险 它无法量化 它计算不了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那我们就把总体偏差率 和可容忍的偏差率去比 但是我要人为的把抽样风险 这种因素考虑进去 做定性的考虑嘛 所以那我就得总体偏差率 大大低于可容忍偏差率 如果总体的偏差率 大于等于或虽然低于 但接近可容忍偏差率的时候 我们都是认为总体不接受的 大家还要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前面 这个统计抽样的时候 低于接近的时候 我考虑是否接受 是不是啊 就是它有超过的可能 所以我才在扩大一下范围 但是在这个情况 在非统计抽样下 我直接就不接受了 因为在接近的时候 我把抽样风险一考虑进去 它就会超了 对不对啊 那如果总体偏差率 与可容忍偏差率之间的差额 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换句话说 不大不小 中不溜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容忍的偏差率 仍然用7% 如果总体偏差率呢 比如说是5.5 啊 5.5 那你说 它这个什么 它很接近吗 不是 是不是啊 贪婪6%都没有上呢 它不是很接近 但是呢 它是很大大低于吗 也不是大大低于 所以不大不小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我要是把抽样风险一考虑进去 它可能就是接近可容忍偏差率了 所以以至于呢 不能认定这个总体是否可以接受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怎么样啊 扩大样本规模或实施其他测试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简单提示的 控制测试的这个非统计抽样 我们怎么用 大家呢 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明白这个道理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评价 就是要人为的去考虑抽样风险 因为抽样风险它无法量化 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审计抽样 在控制测试中的应用 就这个知识点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例题 接下来 我们就这个知识点呢 看一下相关的例题 首先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我们现在运用审计抽样 实施控制测试时 定义总体的时候 啊 那我们定义总体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有哪些 也就说我在定义总体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A完整性 那我总体必须是完整的 B同质性 我也得考虑怎么样啊 那我定义的这总体 它具有同质性 那就没问题 不具有同质性 我就得考虑作为两个总体了 也得考虑 C预期总体偏差率 总体偏差率 是我确定样本规模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 在这儿 我定义总体用不着考虑 预计总体偏差率 D适当性 那总体必须得适当啊 所以 这时候我们定义总体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有什么 A B和D 再看一个单选题 在使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 下列情形中 注册会计师 不能另外选取替代样本的 是哪种情况 A单据丢失 B单据无效 C单据未使用 D单据无适用 大家知道单据这个是无关的单据 无效的单据 未使用的不需用的 我们都可以给它替代一个另外的样本 但是单据丢失了 表明有问题 是不是啊 表明那控制不好 运行的不好 才会丢失吗 所以这里面我们不能另外替代的是什么 选项A 接着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使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 下列各项中与样本规模同项变动的是哪个 哪个和样本规模同项变动 它越高样本规模也越大 是不是啊 那这个首先选项A总体规模 总体规模通常不影响什么样本规模 它和样本规模的影响非常非常几乎为零 所以那我们这肯定 那你也不但是大家知道在小规模总体下 总体规模相对越大 样本规模越大 但是我得看看还有没有比这个选项A更好的 因为这是单选题 我只能选一个最佳的 那B可容忍偏差率 可容忍偏差率和样本规模呈反向关系 对不对啊 C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信赖过度险就抽样风险啊 和样本规模也是呈反向关系 D预计总体偏差率 预计总体偏差率越高 那我样本规模怎么样 在既定的可容忍偏差率下 样本预计的总体偏差率越高 样本规模越大 那这时候选选项D 那我们应该选选项D 因为选项D它和样本规模 在样本规模影响因素当中 直接就是成同向关系的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抽样方法中 通常可以用于什么 统计抽样的 是哪个呀 有哪些呀 A随机选样 那没问题 是不是啊 随机选样用在统计抽样下 B系统选样 那我们统计抽样下也可以 C整群选样 整群选样在我们抽样的时候 一般是不用的 D随意选样 随意选样非统计抽样 可以统计抽样下不行 所以A和B可以用于统计抽样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在运用审计抽样实施控制测试时 下列各项因素中 不影响样本规模的是哪个 哪个不影响样本规模呀 A控制的类型 大家说控制的类型会影响样本规模吗 会的 那我们如果要自动化的控制 样本规模一般就会少 要是人工控制 样本规模就会相对大一点 是不是啊 所以它是有影响的 D可容忍偏差率 可容忍偏差率越低 那我们样本规模是越大的 它是呈反向关系的 是不是啊 C控制运行的相关期间的长短 相关期间越长 样本规模相对越多一些 对不对啊 D选取样本的方法 选取样本的方法 这和我们样本规模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ABCD当中 我们选择选项D 这是我们就这个审计抽样 在控制测试当中的这个应用 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